守护者斗主 二这个东西玩吉祥物怎么 当你一子们释放各自技能时回复二十一损生命值 挺好的 拿二玩威古斯吧 威古斯怎么玩来的 威古斯是阿伯这两天没玩之后出了一个阵 怎么玩的来的 先超音 然后 赌威古斯和牛三星 然后再拉六把超音卖掉 换六吉祥物至高天 这样 你们觉得我是先拿水滴还是先拿法爆 六吉祥三制高天 上线感觉比超音高一点 除非我超音很多三星 先看看看看情况 不着急 有AI吗 没有 没有没有AI 六轮口启动了 尖炉磐石 那他赌不到三位 两家尖炉磐石 卧槽 不屈之劲 全是赌狗 小猎物猎手 三家尖炉磐石 延缓痛剧 等我看一下 无牛直升机 一家 两家 这家守护者 三家 四家拿石头人的 守护者斗志 是不是同行啊 哎呦 三三魔道来的 三层三层三层 六层九层 不吃了吧 花花心 哦 他拿了个铲子 哦 直接吉祥物转了 哎 我是不是应该 理论上拿吉祥物转好一点 直接吉祥物转了 哎呦我把这个忘了 吉祥物是可以核转值的 又忘了 你们觉得这波是不是有败笔啊 我第一次玩这个阵龙 因为这个阵龙 他被两天没玩了 这个阵龙最近两天才出来 是不是有败笔啊 蓝电池被闪掉 就是我如果拿这个吉祥物转 我装备差好多 他十块钱 我四十块钱 感觉都可以好像哦 吉祥物转和这个都可以 连败就不应该拿吉祥物转 连败不应该考虑上限 连败应该先考虑下限 不趋之近 不趋之近 带了个龙牙 打是打不动的 杀两个吧 然后我下波启动 再杀个这个 可以 OK了 77块钱 经济好到批爆 启动了 咱Buff青龙刀有什么给什么 但是先看一下这个海克斯再说 小王 一分钟 有一千五欧 我过去 北海 我放雷到底 超音肯定沒有那個 知高天的上限更高的 知高天可以開六幾箱 超音開不出六幾箱沒專制的情況下 然後超音要滾 因為這把超音比較多 這把外面超音比較多我賭不到3的 上七掛個龍王打個重傷 下波拉七掛龍王打重傷 然後等個藍buff 黑客好像不用挑了 我接槍物吧 我接槍物吧 接槍物這個應該很漏吧 1750 不先D提下質量 下波拉七掛龍 我這個質量兩星威古斯夠用了 這階段的質量肯定夠用了 已經有人放棄了 尖爐磐石同行放棄了 他應該是D空了 然後沒D到 這把4加石頭人海克斯強化 然後他D空了沒D到直接 1-FF 心態奔 完美 阿伯只能說心態這麼容易分啊 像我就心態好在亞癖 強貴的 幹人不想給他們 不要蠟牌啊 我D慢一點 他應該是沒用的 卡精緻的要賣 莫甘娜和龍王要誰啊 你們覺得莫甘娜和龍王帶誰 莫甘娜打個控制 莫甘娜沒用的 我賣掉了呀 不要打問號 這種東西都沒用的 因為他只會有一星 不可能兩星 不缺這點重傷嗎 我其實可以兩個都帶的 我只算了一下 對吧 奴奴來之前我可以兩個都帶的 龍王 那 狗頭人下來 狗子下來 夠樂了呀 這樣應該夠樂了 你不能放這裡 然後 電刀 寶青魚 給鏡找裝備 還是先找他的第三屆 應該是先找他第三屆 先找他第三屆 有同行 一星維古斯 六人口 兩隻烏龜 兩隻兩星烏龜 開黑客 沒必要吧 嗯 黑客沒必要 先找他的第三件裝備 莫甘娜減抗 電刀的話 高視性就降低了很多 因為莫甘娜肯定先打前排 他也先打前排 特別伺服 好露啊哥 這也太露了吧 重傷 穿透 我地的好好這把 兄弟們 真的地的挺好的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地的很完美 這個地牌 好輕鬆的地牌啊 給他找帽子 因為我有吸血呢 給他找帽子 帽子巨殺 考慮一下 巨殺也可以 考慮一下 想一下巨殺要不要做 然後給鏡無找裝備 七人口停止追 還是上八 上八吧 上八先熬死他 他一隻威古斯 兩隻威古斯 外面三隻威古斯 大天使巨殺 巨殺也挺好的 因為這把前排都很漏的 這把尖爐盤石不屈之盡 延緩痛絕 是吧 帽子來了 帽子來了 那就合了 準備上人口了 上八 上八開六級祥 努努 努努狗頭 換他 再加一個努努 這樣六級祥物 然後把他掛著打魔抗 鐵魔 或者七能口四級祥物 六級和四級差得多嗎 我打感覺好像還是 這邊追比較好 這個可以做 龍牙魔抗 這可以做 這把有點糊 這把確實有點糊 是因為我兩天沒玩了 系統覺得我可能要脫坑了嘛 所以他趕緊給我安排一點 哦 我知道了兄弟們 上分秘訣就是 一天上完分 兩天不完 然後 讓系統覺得你要脫坑了 他慌了 他一慌 是吧 他一慌你就可以 給你安排好的牌 然後你又能上分了 完美 今天感覺上大分了 今天直接大失 哇 這個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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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派克有沒有用 派克是純掛件 我可以丟個純掛件 確實 丟個純掛件 這給誰啊 轉著 牛 開秘書衛士 瓦 瓦 但是 我想 我想 我想讓牛帶滿三件蟲蟲 這樣更露一點 我考慮了一下給牛這個問題 我覺得 給牛並不順暴 超音現在肯定不開了呀 那不如掛五費卡 現在開超音 全是一星的超音 外面這麼多超音 你賭不到三難 是 那一隻 爹 上去 五幾香 這裡其實理論上是要包起來 龍王站這邊 莫甘娜站這裡 变谁都可以 派克会比镜好 不至于吧 看能不能拼个三那个 三秘书出来 这把全是AP阵容 负责手 拼个三秘书出来 混沌战士 然后牛拿那个转值 再给个至高天秘书 然后开四 四级相悟 我们理一下两口 有没有可能三秘 三秘聘混沌 两AI 现在一个 潘多拉盒子好强啊 说真的 潘多拉盒子是否有点太强 优先给牛找漏装 全是AP我们找龙牙吧 然后给镜也找点装备 尽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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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等一下没有 没什么可以吧 击退 这挺好的吧 这个其实可以让他变 但是我不想输 就变那个会更好一点 变那个叫什么 加护甲双抗的那个东西 会更屌一点 直接放中间一圈能夹 但这个其实已经很好 这牛打不动了 然后给镜找AD输出 他三件神装 AP输出肯定不缺 给镜找AD输出 然后找威鼓斯三星和牛三星 再找一只奴奴 找一只奴奴 换上去六级箱 五三只高 给镜找装备吧 陈点钱啊 看一下有没有人拿钩子的 我愿意 这家怎么还没死啊 六轮口在那边 一星威鼓斯还能露住 尖炉磐石 没有钩子 先看一下有没有拿钩子 钩子很慌 顺便追个三星镜当上限 三星牛三星威鼓斯三星镜 哎呦我被卡住了 坏 这个站位不太行 这样站不行 谁手短一点 龙王得下来 狗头能站那里是吧 没有恶心的 大家都没有选择恶心的 没有钩子 完美 应该也没有机器能强化吧 全是二倍 潘森一倍 那我下个威鼓斯就好了 我上面两只威鼓斯 什么时候死 三只 三只 一只 我递不到威鼓斯三星的现在 牛呢 三只 三只 我得等这几家死了才能行 现在不能递 现在递了没牌的 我反正 战斗力够 所以不着急 我现在强度很够 但我好像有点打不过去 这牛回的够不够快 牛子哥 你回的没他快子吗 完了 完了我牛就被突破了 卧槽我威鼓斯要被打了 还行还行我综合实力更强 这么强 进打多少伤害 进三千 进伤害有点低啊 是不是可以给他开个 混沌 等这几家死掉 等这几家威鼓斯死了我才冲 三星龙龟 三星龙龟扛在这里有点恶心人啊 哎 他伤害好高 不是 这三星龙龟伤害好高 打不动的 完了 哎对对对你去那边才对吗 你把老师来我这里干什么 快快快处理掉他 OK 死 好 威鼓斯放出来了吧 还有谁啊 一只 两只 抢脸盘 递了四下没牌不递了 没牌了 居然有分 他一星威鼓斯 没有三星的那个尖炉盘石有分了 但他这波就死了 威鼓斯同样很多 这把节奏好快 全是毒狗 后面几家根本跟不住 前面三家五十血 后面几家倒的质款 好 接下来 我巴兰口开冲了 再给进找一件装备 救赎有没有用啊 好像不是很有用 太低了 我感觉救赎用处 我感觉救赎用处不大 这把没有什么群体范围伤害 全是毒狗单体的 有点无敌 我这个质量有点无敌 直接挂鸡吃鸡就完事了 这东西追个三 然后挂鸡吃鸡 有点卡进了 他想要什么 我看看他们有什么三星四费的可能性 这东西防一下就完事了 吉祥物 威古斯吃 把一血上吧 忘记开盘了 不然你们今天赚麻了 三昏盾没啥用 我甚至开始追狗头了 这个有用吗 这个还行吧 其实也没啥用 还可以再浪一件装备 其实也没啥用 露露要跳进来了 这个得做个轻语 不然近打他就没什么伤害 而且摩甘纳也不一定能控得到 还是得要轻语 淹个轻语 这件和后面这件 这里五个轻语出 我看这太漏了 没轻语 根本打不动 摩甘纳不一定能稳定的控到他 有可能会给别人控制 控制给别人就没有破甲破魔效果 甚至我想做电刀 我打不过这件 你别说 真的 我打不过他 他八轮口还有五十块钱 奴奴呢奴奴 我得奴奴呢 偷偷奴奴 闭吧 还是没啥 可以 等会再递到铝塔 再递到铝塔我们留一下 铝塔感觉能受 快快变个轻语 变个轻语 变个轻语 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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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壞了 賣水呀 石頭人吧 這家我得站 我得站一次 打這家的話得站一次 打這家得包 打那家得散 能不能抬呀 牛頭比較重要 牛頭三星很重要 還是要清雨嘛 不用了吧 威古斯沒三 禁三了 這就是錢多的好處 我沒選擇上九 上九可能這波不好吃雞打那家不屈之近 莫甘娜也追個三 怎麼弩弩一隻都沒有啊 我的六吉祥物一隻開不出來好尷尬 我不會輸了吧 我三星禁輸了 打這家呢 打這家贏了 打那家輸了 怎麼輸的 我把狗頭下的給他開個那個 狗頭下的給他開個混沌 那看不出來呀 把這家要散開來 吸血不重要 我吸血有的呀 我怎麼沒吸血 我有吸血呢 我自帶吸血 三星禁好像很沒實力呀 兄弟們 說真的 我感覺三星禁有點沒實力 他穿了這麼多下 還沒穿死這個人 牛應該三不了了吧 牛算了 牛估計三不了 我奴奴沒有 好誇張啊 要麽四伏牛不要奴奴了 這個東西也滾了 就這個羈絆 對 沒有奴奴的事情 玩 這個我認為最大對手的 不屈之盡被他抬了 莫甘娜差一張啊 壞了 不是很妙 啊 最後一波了吧 誰不重要啊 他肯定要吹我這兩個換個位子 莫甘娜三星再上個牛 沒來得及換 他要吹我的 後手吹風吹前方 不是 扎克複製禁三混沌跟兩伏牛 肯定兩伏牛更強呀 而且 第一扎克限制站位 第二 你一個下個狗頭換個兩伏牛 這怎麼可能會是複製禁更好呢 你仔細想想兄弟 你仔細想想 不是主播有點呆 是你有點呆 你仔細想想 你上兩伏牛 伏夜哥來擋露露的秒殺 然後 一個扎克站進旁邊 第一限制站位 第二帶個狗頭 開個那個四級項目 你覺得哪個更好 不是主播呆 你仔細想想 三星鏡還是沒啥實體 我感覺 雖吃 但人覺得他垃圾 這把是糊啊 跟阿北沒什麼關係 兄弟們 這把就是在座的各位誰來都可吃 就geons一隻척 我心會感到你 三星鏡 雖遠 再放一會